诚实的97分 各位同学,这次的数学考试大家都考得不错 尤其是小强考了满分哦 Yes! 小强,老师特别准备了一组文具礼盒送给你当奖励 谢谢老师 希望其他同学继续努力 下次老师会准备更丰富的奖品哦 妈咪,妈咪,你猜我数学考几分 一百分啊 真的,小强真棒 你看,这是老师送我的文具礼盒 真是的,又让老师破费了 才不会呢,老师也很高兴呢 好,我也很高兴 晚上我就煮一些你爱吃的菜,帮你好好庆祝 Yay! Yay! 我真是太厉害了,这么难的题目,我也可以考一百分 嗯,奇怪,这一题的答案好像怪怪的 第六题的答案,应该是A才对,不是B 是老师改错了,所以我应该只有97分 怎么办,要不要告诉老师啊 还是,我应该学华盛顿当一个诚实的小孩 可是,这样一来,不但要把文具礼盒还给老师,妈咪也会很失望 还有,同学知道我根本没有考一百分 我根本没有一定会笑我的 原来是改错吧 哈哈哈哈 不要,还是不要说好了 对,反正只要我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 小巧,还是跟我一样,当个真实的小孩吧 哎哟,到底要怎么办才好了 嗯,好香哦 小强,你怎么了,妈咪准备了这么多菜,你怎么都不吃啊 对啊,妈妈说你数学考一百分很高兴,特别加菜帮你庆祝呢 妈咪,妈咪,其实我根本没有考一百分 只有97分,是老师改错了 原来是这样啊,没有关系,下次再努力就好了 而且97分也已经是很高分了 对啊,明天去学校诚实跟老师说就好啦 可是,我不想让你们失望啊 怎么会,只要你已经尽力,芭比跟妈咪都会以你为荣 怎么会因为你没有考一百分就失望呢 可是,如果跟老师说,就要把文具礼盒还给老师了 那是应该的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本来就不能贪心 那,如果同学笑我呢,怎么办 不会的,妈咪保证,他们会因为你的诚实对你另眼相看,才不会笑你呢 真的吗 嗯,好,那我明天就诚实地跟老师讲 很好,现在总算可以大口吃饭了吧 嗯 对不起,小强,是老师一时粗心,把你的考卷改错了 老师,下次我一定会更努力,考一个真正的一百分 很好,小强,继续加油哦 老师,这是你送给我的文具礼盒,还给你 为什么要把文具礼盒还给老师呢 因为我没有考一百分呢 好,老师收回你考一百分的奖品 但是老师要另外送你一个礼物,来奖励你的诚实 啊,真的吗,老师 嗯,老师要送你一枚荣誉贴纸,奖励你,诚实的九十七分 各位同学,考一百分虽然很棒,但是诚实更是无价 大家要跟小强学习哦 完了,大强不知道会不会笑我 哇哦,我也要学小强 我也是 爸比和妈咪说的果然没错,诚实真好 大家好,我是诚实的小强 我本来担心,如果诚实说出自己并没有一百分 不但爸比和妈咪会失望,同学会取笑我 没想到,结果却完全和我想的不一样耶 爸妈不但以我为荣,同学也为我鼓掌 老师虽然收回了原有的奖品,但是送了我一枚诚实的荣誉贴纸 真没想到,诚实竟然有这么多好看 我还是要看